这一波操作,666,部分来源,楚千都市保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,编辑十一前段时间,一则报道成功引起了小编的注意,事情是这样的,故事不长,也就二百多个字吧。 希希,23岁的小刘这段日子有点愁,因为,16岁时,她被诊断为无尽道,无子宫。 当时,妈妈想着小刘年纪上小不必急于治疗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看着身边的小伙伴都有男朋友了,她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病对她意味着什么,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。 为了能够过伤正常的生活,小刘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,复科单位教授和普爱科前群教授在了解病情后为她会诊,成功实施了创伸最小的单孔腹枪 进一桩结肠带应的手术,术后小刘就可以拥有正常女性的社会生活。 故事到这里,就到一段落了,你们以为结束了吗? 才没有,因为,没见识的小刘对单孔腹枪进一桩结肠带应的手术充满了好奇。 为了了解这一手术,小编死即白赖,的警官帮人物,at武汉大学中南医院,汇职了手术图解,图来自at武汉大学中南医院,物随意转载。 张卫教授表示,先天性无应的应配胎时期,发育成紫空和一道的苗伦士管为腔化所致,发病率为四五千分之一。 多在青春期以后,五月经来潮获新花时才被发现,患者一般心理负担较重,实施单孔腹枪进手术,术后其孔的帮盘具有隐蔽性,几乎不留手术痕,系,从而让患者获得更好的心理满意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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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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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